驾 驾 驾 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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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了 你快起来 别动 不能砍 有什么不能砍你 车搜 我跟你说啊 我真上车残着了 我咬你一辈子 你 不能砍 这种事我在军营里面见过了 你 有什么不敢 说不能看啊 偏要看 这下 你真得对我负责一辈子 这下 就在这儿了 近日多谢林将军 又救了我一次 大恩大德 不知何事能还 之前还说 但林将军凯旋之时 为你吹笛 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陈娘子 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 为何 林将军 这是我的玉陪 上面还有我的乳名 若若 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 什么若若 鸟鸟 不过是另一半女子不见了 那若另一半女子玉陪 被那两人捡了去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 你说这一半玉陪 是交给他们好呢 还是交给我保管 我觉得 都不太好 还是留给我吧 不过就算没有玉陪 他们只需回迎亲点人数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 那还莫测什么 赶紧在他们 点亲人数之前回去 睡 že 林将军 你的伤 还好有旧伤 哈 上何地统 春夏时节 人轻浮动 班侯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 那些公子女娘们都还年轻 亦是有些忘形 也能理解 怎么理解 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 为了一些口舌之症 写些要了命 那陈家臭小子 为此还尽险受伤 还有那些小女娘们 整天地追着原山间 满山地跑 成何体统了 还有 这已经听闻了 还有几个野鸳鸯 亦被查获了 太过分了 这来自屠高山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 来起伏她吗 她们是来干什么的 荒唐之机 不堪入目 是妾 未曾管教好王陵 皇后何必事事都 往自己身上拦 依妾看 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 不也爬过后院 还掉进水沟里吗 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 闹大一些动静 有何奇怪 你提那些成年往事 干什么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那自然是要重罚 你说圣上会不会怪我们啊 要不我跟圣上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跟你没关系 怎么与我没关 若非我再起伏大脸受伤见血 照头不想 圣上也不至于大发雷亭 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 依我看了都怪那王陵才是 他就是因为妾妾怀恨在心 见不得我为妾妾出头 你注意点啊 你校园的口子越来越大 回去我帮你放放 圣家面前 你俩闭嘴 夫人不用太担心 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 圣上不是会罚太狠的 我并非担心宋儿 将军今日可曾见到鸟鸟 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鸟鸟 也未归 如何是好 对啊 鸟鸟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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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将军回来了 是和成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 听闻成家四娘子 今日悬崖遇险 林将军冒死相救 使得旧伤复发 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 只说要给林将军赔命呢 他又去救 陈家小女娘了 好好好啊 自身现在 颇有一些 真是当年的风范哪 陛下还没说呢 要如何罚他们 今日啊 本就是来起伏有晚的 少年郎嘛 青春年少 贪蛮好动 已是正常啊 再说了 朕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 对 对吧 行啊 那些儿郎女娘的事 朕呢 就不再追究了 朝成啊 走 与朕 去看看此生 是 陛下您慢点